第四次世界杯掃棒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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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二十八合器 將在台南市聖化和整人三座棒球場開打 來自十二的國家十二支代表隊 七月二十七合都合起來到文化中心 參加比賽進展的既成會 世界杯掃棒球聯名會長 站上台南市說話的時候 是先來感謝台南市和二市長 對著世界掃棒比賽的大力支持 一共調說 世界掃棒比賽幾番四次都是在台灣 移動台南市就幾番兩次 這現實後台南是世界掃棒發展很重要的動作 台南市就幾番兩次 今天世界掃棒賽已經是第一世界 全部都是在台灣打 然後也是在台南第二次的表演賽 那我們大家要問為什麼台南 因為台南是在真正的世界 掃棒的發展的地方 而且真正是棒球掃棒的掃棒 雖然大市長就和聯名的會長 一起來興趣 今年世界杯掃棒冠軍 價達八十萬的獎牌 三、二、一、請解釋 第一次的冠軍準備 台南市長就在台上所有的選手說 來到台南的每一位選手都是台南市的貴賓 都會有十大學校的照顧和鼓勵 另外這不單是一場國際級的棒球比賽 也要是一場棒球加聯法 我也希望我們每一個參賽隊的小朋友 都能夠知道 你們來參加的不是只有一場棒球的比賽而已 你們參加的其實是一個棒球加聯法 因此在這段時間 你們不僅僅是面對比賽的輸贏 其實你們還會有很多的機會 跟許多小朋友做朋友 然後健庇友誼 同時也有機會來做城市的比喻 了解這個城市的種種 我希望比賽完畢之後 你們除了會讚嘆 這場比賽的強度 是以往你們所參加過最高的 同時也會感受到 這場比賽期間 你所受到的友誼 也是最熱誠的 我希望在這段時間 所多生的種種事情 都是你未來人生當中 最美好的唯一 你今天在記者會中 夜晚上十二間 擔任接待學校的國小學生 將他們所親手為的 加油給上火選手 祝他們起開得勝 在台北的選團大賽 翻錄棒球舞蹈的表演之後 全國的選手 就來一張大合照 為比賽 老下紀念 平常,平常,國小學生 會成功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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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